警方正在调查一起连环绑架案 以锁定嫌疑人周福 庆熙一行人在蹲守时 发现一个可疑人员 对方熟悉附近弟兄 很快便摆脱警方追捕 结果在淘宝途中遇到庆熙 庆熙一枪打中对方手臂 嫌疑人奋起反抗 一板转将庆熙拍晕 然后逃之遥遥 登登登 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就给大家讲 神策第31案 镇女族上次晕倒后 就一直昏迷不醒 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 而请袭归队后 也在忙着调查各种案件 他刚和嫌疑犯交过手 就急忙来到术所 要求曹大姐采集 留在他身上的犯人血样 还没来得及救治 就跑去照顾昏迷中的镇宇 镇宇进行了脑部手术 昏迷至今已有一年的时间 命是保住了 可能否醒来还是个未知数 根据警方查出的线索 犯人周福在作案时会全副无装 所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而这次和警方交手的 有可能是周福的同伙 但奇怪的是 对方没有知道面部 像周福这样几身的罪犯 不可能会让自己的同伙暴露身份 此人究竟是谁 他为何会出现在周福的窝点 经浅测发现 息息清晰的嫌疑人血液里 含有治疗GIST的药物 十二镜内共有七所医院 开举此药 根据已有的线索 应该能查到嫌疑人的下落 警方从工厂老板那里得知 周福将些残疾人 卖给他们当苦力 工厂提供食素 不听话的时候 偶尔打骂几句 可如果他们要走 工厂也不会阻拦 与同时 据警官叫来此案的受害者 询问他们被绑架时 是否看到或听到什么 由于对方有治理障碍 并未提供有用线索 这时 面部几行的受害者告诉警方 他听到周福讲电话 说是要离开韩国 那边 会面中的郑宇在潜意识里 看到了老张 他告诉老张自己很累 不想再继续走下去 老张鼓励郑宇向前看 他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 第二人格虽然可以与他共享记忆 但不能共享回忆 听了老张的话 这就闭上眼睛 回想着过去经历的美好时光 全身充满力量 将后面中的他唤醒 清晰得知此事后 立刻赶来医院 看到镇宇的一刹那 清晰累目了 他照顾一年的男人终于苏醒 两人还没顾得上叙旧 清晰就接到电话 说之前袭击他的人找到了 这次警方没有失手 顺利抓住嫌疑人 可他们抓的人并非周福同伙 而是受害者证美的父亲 这一年来 老张一直在寻找周福的下落 直到昨天 老张运用无线电技术 窃听了警方的通话 这才得知周福会在废弃工厂出现 在警方采取行动前 老张先一步到达现场 发现了周福 但还没追到人 就被随之而来的警察 当成同伙抓捕 据警官赤则老张 因为他的鲁莽 破坏了警方的行动 老张也非常气愤 女儿至今下落不明 警方却没有任何进展 身为父亲的他 只好自己调查 只要能找到证美 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另一边 周福将诱鬼的残疾人 关在地下室 他们不但有吃有喝 还有喜剧片可以看 周福将他们卖给工厂 赚了不少钱 第二天一早 曹大姐带着 事务所新东西 看望郑宇 她是曹大姐 亲自挑选的研究员 顶替成道一职的林泰晶 没过多久 庆熙来看望郑宇 无论郑宇如何询问 庆熙就是不肯 透露案件情况 她希望郑宇 能过着平凡的生活 不要再插手 事务所案件 郑宇理解 庆熙的想法 经过一番劝说 庆熙总算带着她留下 回到事务所之后 庆熙将案件 详述一遍给郑宇 犯人利用周福这个假名字 从两年前开始拐卖残疾人 他出现的地方 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手机信号也追踪不到 据受害者所说 他们被拐车后 会先关在一个地下室 然后再分批转迈到工厂 其中一位受害者比较特殊 像是患有某种罕见病 每当他哭泣时 眼泪就像鲜血一样流出 就连医院也查不出病因 郑宇判断 证明应该患有泪血症 关于这种病有很多说法 可能是泪气肿瘤或细菌感染 无论哪一种 都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隔日 警方在郊外发现一具女士 经鉴定是被周福拐嘴的残疾人 死因是气管闭塞引起的窒息 死者口腔里有大量泥土残留 看样子是被活埋的 而手臂上的防御性伤口 应该是周福在掩埋死者时 为防止他爬出造成的 郑宇研究了所有失踪者资料 最后特选出两名受害者 他们的疾病比较特殊 也许会提供相关线索 往他们找到周福 在郑宇的强烈要求下 清晰担任他调查词案 两人来到救助中心 监督了受害者知秀 他患有RH综合症 对声音极度敏感 被拐之后 他听到两种特别的声音 一种类似枪声 另一种是火锅桑拉的广告群 随后郑宇去见另一位受害者阿京 他患有慢性过敏性疾病 被拐途中 他的皮肤越来越痒 甚至挠到出血 难道周福的藏身体有过敏原存在 于是郑宇决定对阿京重新做一次宣戒 清晰从老郑那里得知 周福为了隐藏身份 每次交易都只收现金 所以那些钱一定藏在某个地方 而在这之前 周福曾出现在码头 警方以为他要潜逃 但事实并非如此 听了老郑提供的线索后 清晰这才意识到 他们都被周福骗了 如果周福要跑路 一定会带上现金 但他出现在码头时两手攻空 这就说明 周福在制造潜刀的假象 而总统警方调查 这每一年前被周福诱拐后 就被卖到了工厂 他的身体本就虚弱 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 导致身体突然崩溃 工厂老板看到后 立刻联系周福 让他把人带走 清晰整理了相关线索 发现知秀闭轨当天 父亲刚好在举办抓海力鼠的活动 活动中有枪支走火 这应该就是知秀听到的枪声 有了这条线索 清晰那边调查到 阿京对鸡蛋和荞麦过敏 而清晰所说的那片区域 有不少农家栽种荞麦 阿京被管时 正是荞麦收获的季节 即使被关在地下室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周福的藏身地 一定就在附近 而他每天都去商店 给那些人买面包 也许村民和店主知道他的下落 警方立刻赶到荞麦地 向附近村民打听到周福的据点 可他们赶到时 周福并不在这里 被困者告诉清晰 周福刚带走一个流血泪的女孩 清晰意识到 那个人就是郑美 于是派人去附近搜寻 而此时的周福正在挖坑填土 打算把郑美活埋 还好清晰及时赶到 阻止了周福的恶劣行为 据警官逮捕周福后 眼前这一幕林众人大吃一惊 原来周福就是那位 面部几刑的残疾人 他故意伪装成受害者 干扰警方的调查 清晰不明白 周福也是残疾人 为何要伤害和他同病相连的人 周福的回答很简单 比残疾人更弱的只有残疾人 他工作过的每个地方 都遭受生疏般的对待 他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所以杀掉了那些嘲笑他的人 在那些人眼里 弱者永远是受欺负的一方 清晰告诉周福 他没有资格说这些话 因为他和那些人一样 只会利用弱者来谋取利益 将自己的痛苦发泄到别人身上 他残疾的地方不是面容 而是早已扭曲的心灵 郑美被救下之后 回到了父亲身边 老郑告诉他 不要在意自己的眼泪 想哭就大声哭出来 听到这些话 郑美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情感 泼到老郑怀里放声大哭 红色的泪水随之而下 郑美有时在想 如果人类的眼泪是红色的 也许会更容易理解彼此的痛苦 可眼泪不是痛苦的衍生物 它之所以是透明的 是因为它能治愈人的内心 消除思念和悲伤 神色第31案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